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回到梓恩塔罗解 十一月这个礼拜开始有新的安排 刚才那一节有跟大家讲过 这一节我就不再讲了 这一节又到了互动塔罗的时间 今个礼拜我就有一个题目关于金钱 本来我想到大家其实都可以传一些题目出来 想玩些什么互动塔罗的题目 可以在Facebook的梓恩塔罗解的组织 告诉梓恩你想听些什么题目的互动塔罗 要不然这个礼拜依然我有感应的就是金钱 我就觉得不如很多关于金钱的题目我们都出过 但是就是我为什么找不到钱呢 这个题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负面 就是说我找不到钱我才去问这个题目 是的 比如说你本来想着你应该有 可以找到十万元一个月的 但是你现在是得一万元一个月的 那你都已经叫做找不到的了 在今天的设定里面 好吗 好 现在我就洗牌了 以及将所有现在正在看的朋友 将会看到这一条影片上到YouTube之后 所以将会是很多很多人来的 今天都是一样 互动塔罗会出三个牌 然后一会你们就会在三个牌里面感应一下 感觉一下 不要说到这么复杂 就是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那三个里面 有哪一只你会看到它好像跳出来的 那一只就是你的答案 好吗 好 好 为什么我会找不到钱呢 A 所有人的高额 B 来给一个insights 一个启示 C 都很快 很多时间可以解牌 好了 现在A B C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看看这三个牌里面 我不知道那边的朋友看不看到 但如果看不到的 你可以以A B C 这三个字 你感觉一下 A B C 我会想要哪一个字母呢 这样来选择 好了 选择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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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以选择一个 如果是之后看YouTube的 当然你可以停了一条片 选择好了 为什么我现在找不到钱呢 选择了A牌的朋友 为什么你现在找不到钱呢 竟然Universe 我第一个收到的就是 你有没有洗得不着 即是说 有少少大洗了 还有你的钱 在不应该洗的地方 你应该要更加量入为出 选择了A牌的朋友 这就会不是我应该得到 我最近也有少少怀疑 自己是这样的情形 可能你都找到钱的 你都会有收入的来源 但是如果在这个项目里面 即是说 我为什么找不到 或者存不到 有我要的这么多的钱的时候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花费得太多 以及你花费得不对的途径上面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 例如你买一个 什么叫不对呢 其实真的很难去衡量 有些人觉得 买一个很贵很贵的包包 那些女士 或者买三个四个 我听过有些人要买很多 他可能觉得很值 很难去衡量的 你自己觉得值的 但这个就是你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钱 你觉得你没有钱 以及你实际上是不够 你想要的这么多 就是因为你的花费 以及你没有好好的去到 真是计算 你想想想 如果你说 我其实有这么多日 有写下我用了多少钱 我都有某些途径去计算 其实你如果 你用的多过你回来的 你已经是没有计算对 那条数 你已经没有很精密地去规划 以及去计算你收入 这一件事 但最重要来说 其实都是要想清楚 你的金钱 你其实想花费在什么地方上面 即是说 可能是更加有计划地去到 用你的钱 是会更加好 还有如果你说 还有一个方面 在A牌的朋友里面 就是想更加多的 赚钱的途径 你可以去开始 即是怎么交没钱 就是你现在用的途径 帮不了你 你可以再去 找多一些其他途径 上几个星期 梓英在这里都有说过 因为有些零修的老师 开始教人如何赚钱 而我去听他们 或者跟他们学的 一定是他已经真的赚到了 有一个 我们自尖塔罗家也有访问过 有一个已经是亿万富翁的 零修老师 因为他赚到很多钱 所以他就不用再赚钱了 他就出来教零修的东西 他自己去零修 然后就教零修的东西 那个老师他最近说 就是说 其实一生月异 所有的东西 赚钱 投资 投机 都有很多新的方法 他在说这一件事 我不再重复说太多了 纯粹就是这张牌 还有这个启示 就是说 你要再发掘多一些 不同的投资 投机的途径 因为基本上 A牌的朋友 其实你是 都赚到钱的 你有能力去赚钱的 B牌 为什么我 赚不到钱 选了B牌的朋友 这一只叫做Harmony 这只叫做Harmony 好 我们先看看牌像 牌像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乐器 不同的乐器 协调起来 好像一首协奏曲 那种Harmony和谐的感觉 我在这一张牌里面 会看到的 除了你也有 刚才A牌的朋友 的问题少少存在 你那里 就是你的量入为出的情况 但你和A牌的朋友 不同的就是 你的出 你是给钱人 或者你去请人吃东西 你是为了 我有个朋友 就是这样的 他竟然 他在逛街 你知道 你进去店铺 除非那个销售士 不是羞恿做事 他羞恿做事 他都会力销售你 我这个朋友 他去到化妆品店 他就很糟了 所以他通常都不会进去 因为他一进去 人家要销售他 他不好意思拒绝 他就会买了很多很多东西 买了一些东西 他会不会用呢 很多时候他用不着 甚至乎摆到坏了 因为现在有些化妆品店 买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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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会漂亮 他就买到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Harmony 我所看到的 你的金钱状况 你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爱 为了维持和谐的一个关系 而有时给了钱出去 甚至乎就是说 有时都是我这个朋友 有人问他借钱 挺无厉害的理由 有个朋友 真的用一些很无理由的理由 问他借钱 但是他也是一而再 再而三 借给这个人 所以 Harmony这支牌 都是说 你出入的状态 所以 Harmony这支牌 和谐这支牌 就是说 你竟然 是为了要跟人之间 有一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 有时就会洗凸了 又或者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你又会请人吃饭 所以 都是这个老师 我刚才说 在A派的时候说过 那个《亿万富翁》的 那个心灵导师 他那天提醒我一件事 他就说 有一次 他跟一个朋友一起 他就给了很多钱 我想他是给100元吧 因为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但是那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他跟另一个朋友一起 他就给了很多钱 捐了很多钱的时候 他就问他那个朋友 会给多少钱 他那个朋友 都是说要给多的钱 然后这个老师 就跟那个朋友说 就说他不对 就说那个朋友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老师 他是亿万富翁 所以他可以 他有资格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他就可以给这么多钱 但是 你不是 所以你就不好 不需要 而且不适合 如果你都给这么多 那这里 其实是一个很 subtle 很微细的一个 关系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慷慨 还是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叫好大喜功 还是冲大头佛 其实是很微妙的中间 你要捉到你自己的心态 就算你不捉到你自己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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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A牌那样 让自己的经济状况 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好 那我们看看C牌 为什么我找不到钱 为什么我找不到钱 我刚才突然觉得 好像还有些信息 好不要紧 我们先看C牌 为什么我会找不到钱 我们再看看C牌 C牌 Equilibrium 就是说你太懒得了 Equilibrium 这支牌 他就会说 其实 太懒得了 有时候未必一定是说你什么都不做 有可能就是 你现在的工作 不是你最大的功能 有很多人 有很多梦想 可能他是在做一种叫做freelance 有工作来的时候就找到钱 没有工作来的时候就没有钱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懒得 其实你都可能需要面对一下现实 追随你的梦想之余 是要有一个踏实的收入 Equilibrium 这个字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是平常心 对于你自己情绪上 你可能有些事情 你真的很喜欢你的梦想 你很想去追随你的梦想 但追随梦想里面有很多情绪 但是这个情绪 我们要有理智地去管理 而找出你在金钱 金钱是一些很踏实的东西 是一个很grounding的能量 找钱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去找 那你就会有 所以如果你说你的工作 是现在的工作 是给不到你想要的那个 金钱的状态的时候 那很自然的 你就是需要去找个 另外一些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选择C牌的朋友 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赚钱上面 你影响了你的 主要来说是情绪 这一样东西 而B牌的朋友 影响了你的一个点 就是你因为怕得罪人 所以很多时候 甚至乎有些工作 朋友给你做事的时候 朋友找你做事的时候 朋友说明给你钱 你可能都会说 不要啊 不用了 又或者给个折别人 而A牌的朋友 你就要小心你的开支 是用在什么方面 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互动塔罗 希望大家一会继续收听 我们这个礼拜 还在说性的主题 今天的嘉宾就是一位相性人 我们一会再见 拜拜 咱们来 咱们来 咱们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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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一下